对于这次珠海航展来说,最大的明星显然还是我们的歼20,只不过这次歼20虽然在航展的第一天,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多么精彩的展示,但是在珠海航展的最后一天,我们看到歼20还是带给了我们巨大的震撼,只是这样的震撼显然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虽然京10V这次带来的演出也是非常的精彩,但是歼20依然是这次航展最大的明星。 四架歼20共同出场也打破了歼20的出场数量记录,而且两架歼20第一次公开给我们展示了自己的弹仓,如此大秀战力也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歼20。 只不过对于歼20来说,此番大秀战力获得了外界的一致好评,但是俄罗斯媒体却给出了不一样的言论。 而且俄罗斯工军飞行员还喊出了歼20是仿制品的言论,更是认为歼20最被诟病的还是发动机问题。 俄罗斯媒体也直接指出歼20依然使用的是俄罗斯的AL-31F发动机,要知道苏-57的AL-41F发动机,都比AL-31F发动机都要高一个档次。 更何况俄罗斯苏-57已经开始换装产品30发动机了,而且我们看到俄罗斯苏-57还大秀了产品30行发。 11月18日,俄罗斯红星电视台发布了从期50到苏-57纪录片的第二集,这一集我们看到俄罗斯电视台非常近距离的,给我们展示了苏-57这一年来一直在试飞的产品30发动机。 而且主持人就连这款矢量发动机的喷口细节都给我们做了详细的观看。 对于产品30发动机来说,这款矢量发动机的最大推力据说是可以达到18吨,完全有可能超越F22的F119发动机,显然不仅仅是比肩那么简单了。 对于苏-57来说,这次俄罗斯电视台大秀产品30行发,也意味着俄罗斯这款发动机已经相当的成熟,也让我们看到歼20的发动机显然还有差距。 虽然说歼20的发动机一直都被诟病,不管是俄罗斯的AL31F发动机还是换装的国产发动机,与苏-57现在的产品30发动机和F22的F119发动机还有不小的差距。 而一直被大家期待的涡扇-15发动机才是歼20最理想的发动机,至少涡扇-15在机动性和战力上,才能算得上真正五代战机该有的发动机。 但是即便没有涡扇-15发动机也并不意味着歼20无法比歼苏-57和F22。 要知道苏-57有的产品30可能会使这款战机的机动性大涨,即使近距离和F22搏斗也能使苏-57战机占据更大的迎面,而且在近距离搏斗上歼20显然也没法和苏-57对抗。 但是歼20最大的优势还是凭借隐身性在超市局外就将敌机击落,而苏-57最被诟病的还是隐身性,所以在这一点上歼20不会给苏-57近距离搏斗的机会。 而且歼20的空空导弹比F22的空空导弹的射程还要远,所以即便没有涡扇-15发动机也并意味着歼20没法和这两款战机相比歼。 而有了涡扇-15的歼20完全有可能超越这两款战机。 近一周广大军迷们应该都处在被珠海航展刷屏的状态,一方面这确实是我国乃至世界军工的一场盛会,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们的战机等装备实在太过惊艳,颇有一种不明则以一鸣惊人的味道, 尤其是15分钟里三度展示眼镜蛇机动的坚实力,让很多为我们国产航发担忧的军迷长输了一口气。 大家也对我们自己的航空工业有了更强的信心。 而航展除了这些被大肆报道的明星装备,一些不易被人们注意到的角落展备, 其实也很有可能会握苦藏龙地展出一些关键设备, 例如上届、十一届、航展中亮相的国产先进战机航电概念座舱, 后来经确认是我们歼31要应的,本届航展也不负众望。 经现了一款神秘战机座舱模拟系统,并且从该模拟系统中,我们发现了一款全新战机模型, 高度信息化的座舱系统和未曾见过的战舰型号,不得不让人产生联想。 从座舱局部照片来看,这款战机信息化程度很高,极具科幻感。 而根据其中隐藏的战机外形的模拟图来看, 它是一款机身机翼都非常宽的压式布局飞机,压翼面积大,且两台发动机间距离较大, 发动机舱上有两个小型垂直尾翼,这些特征说明它并不是一款追求高机动性的战机。 结合这些外部特点以及弹仓武器配置,可以做出推论。 它或许是一款全新的战斗轰炸机或者隐身轰炸机,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大家梦寐以求的战略轰炸机, 那它会是轰-20吗? 根据相关信息来看,这个可能性并不大, 先不说大家普遍认同的飞翼布局, 目前连压翼布局的轰炸机都找不住更别说战略轰炸机了, 并且压翼与追求隐身性能的轰-20是极为不搭的, 因此这款神秘机型如果真的是一款新型轰炸机, 不管隐身性能如何它都已经创下了记录。 当然也有人反驳称,缺乏飞翼布局研究经验的我国, 存在使用掌握的更好的压式布局的可能性, 还有人表示这一模型很可能根本不是模拟座舱, 而是无人机的地面控制台, 众说风云之中,你们对此怎么看? 两架肩负-20隐身战机震撼登场, 大家都知道,由于起步较晚, 人才缺乏和西方封锁等种种原因, 我国高端武器装备的研发之路走得格外艰辛, 期间还备受外界的冷言与嘲笑, 不过,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我国的军工研究人员硬生生在一片惊奇之中杀出了一条血路, 让各界都为之侧目,细心的朋友或许可以发现, 近年来,外界对中国的装备也明显投入了更多的目光, 这部,就在日前刚结束的珠海航展上, 一款武器刚已现身就引的各路媒体争相报道, 在珠海航展最后一日, 备受期待的金副-20战机以四机编队震撼登场, 并且在高速机动的过程中出人意料地打开了机副的弹舱, 当住现场上万海内外观众的面, 毫不掩饰地亮出自己的武器, 让现场以及看直播的观众惊喜万分, 不过还有另外一些人在看到这一幕时, 关注点比较与众不同, 他们敏锐地发现金副-20搭载了一款空中利器, 霹雳-15空空飞弹, 台媒评论称, 这武器一出, 等于宣告金副-20在200公里范围内将难逢敌手, 那么,他真的有这么厉害吗? 据了解,霹雳-15是由我国零14所空空飞弹研究院, 专为第五代战斗机研发的中远程空空飞弹, 它长约3,7米, 直径约20厘米, 在弹体中段装有小展显笔弹弹异, 叠形异, 尾部则是全动式借尖三角异的垛面, 前后弹异的异展约为39厘米和51,5厘米, 军事观察者分析称, 该飞弹数据性能与美空军最新的AIM-120D类似, 都是采用双脉冲火箭发动机并且最大程度上优化弹道参数, 这使得飞弹的射程大大延长, 图为, 弹舱内的霹雳-15, 据称, 霹雳-15空空飞弹的最大射程可达150-200公里, 而且相对于上一代的超市巨空空飞弹霹霹-12, 它具备抗干扰数据链, 雷达主动探测距离也大大延伸, 在空战中能够打击敌军的加油, 运输机, 预警机等重要的空中目标, 如今今负-20隐身战斗机再配上这款神器更是威力大增, 搭配霹雳-15近距离格斗空空飞弹, 基本上就像台媒说的, 200公里范围内, 难尽其身, 实际上, 除了台媒, 美国方面对霹雳-15空空飞弹也是打起了12分的精神, 而且他们关注的时间更早, 据了解, 早在2015年, 国内消息还一片空白的时候, 美媒就报道称我国成功试射了一枚最新空空飞弹霹-15, 并且成功摧毁了一架无人把机, 之后, 美国就一直对这款飞弹保持高度关注, 生怕错过一星半点的消息, 美国空军某司令, 有意思的是, 当时这件事还惊动辽美太平洋空军司令霍克卡莱尔, 他在一次公开讲话中提到, 霹雳-15拥有150至200公里的超远射程, 这将超出现有的美国空空飞弹的射程, 也就是说美国的空空飞弹已经过时了, 更重要的是, 当美军在太平洋上采取行动时, 霹雳-15将会对轰炸机, 加油机乃至F-35这样的战斗机构成很大威胁, 作者, 张义, 图片来自网络, 通常而言, 做事情总喜欢比谁更好, 这样更有成就感, 可偏偏有两个国家喜欢比谁更烂, 近日,连续两起军事训练事故受到很多军事评论人员关注, 因为两起事故的主角竟然是美国与日本这两个军事大国, 而且非常有戏剧性的是事故竟发生于同一天, 在美俄全球军事博弈日趋激烈背景下, 美国和重要小伙伴日本的军事力量这样比烂注视令人大跌眼镜, 2018年11月14日据海外网报道, 当日一架美空军T-38禽爪教练机, 在德克萨斯州劳夫林空军基地进行日常训练时突发紧急事故造成坠毁, 虽然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赶到, 但因为事发突然且飞机飞行高度不够, 飞行员难以做出有效反应, 因此救援效果并不理想, 两名飞行员一名已确认身亡, 另一人身受重伤被送往医院, 对于具体事故原因, 美军只是对外表示已经组织专业团队进行调查, 并未透露太多细节, 可相关报道指出, 此次坠机事故并不寻常, 因为这已经是该型号飞机年内第五次坠毁事故, 多名飞行员因此受重伤, 甚至丧生, 外界对此表示非常关注, 当前美俄全球军事博弈日趋激烈, 正需要美军引上去, 可美军关键时刻屡屡掉链字, 注视难以令人对这场军事博弈的前景,